华联市国字头第四选区是代表候选人田真琪 在过去不仅担任过美情之友协会的总干事 还有宪议员张美慧服务处助理 丰富的行政经验 他表示会秉持着叔叔田志轩在过去 服务不分党派的精神 情走基层 为民发声 希望选民都能将手中宝贵的一票 投给四号田真琪 华联市国字头第四选区 市民代表候选人田真琪 走进大街小巷挨家挨户 请走基层努力拜票 秉持着叔叔田志轩 在过去服务不分党派的精神 贴近地方为民发声 这阵子我和我的团队 试图走进大街小巷 和每位民众拜票 也因为田市长的缘分 让我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 初来一门的很多朋友当中 因为田市长的关系 他们的回应都非常的友善 也主动跟我分享过去 很多他们跟田市长的故事 很多人说着说着 也眼眶泛泪 他们怀念田市长过去 努力为地方所做的建设 以及很用心的为每一位 乡亲们来付出以及服务 我也回想过去 我的叔叔 他情于基层服务 那特别是他觉得很重要 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勇敢 去面对不分党派 这样子的信念 也成为了我的核心价值 田真琪在过去不仅担任过 美情自由协会总干事 还有现议员 张美会服务处助理的丰富行政经验 希望选民都能将手中宝贵的一票 投给四号田真琪 选战已经进入了最后倒数的阶段 真琪也在这边 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肯托 11月26号 请您能够把手中神圣的一票 投给国字投四号田真琪 过去你们支持 你们肯定田志轩 希望现在你们也能够票投田真琪 让真琪可以进入世代会 让真琪可以继续田家人服务的精神 肯定田志轩 票投田真琪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